眼神伶俐 一眨也不眨 就像老鷹紧定猎物 目標輕抬 路線 對角抵袋 一個清脆的碰撞 九號球精準入袋 一層樓擺滿學張球桌 這裡就是撞球國手郭思亭的練球場地 他才剛奪得東京撞球公開三冠軍 沒有休息 繼續投入訓練 早上有人去運動 然後下午就在重球場待到晚上七八個小時 母球打到黃球 三個星再碰紅球得分 這是郭思亭近年來苦練的開輪賽制 不過球比較大 角度計算也更加複雜 會長嘗試著要我去訓練一下開輪球桌 母球的跑 為母球的路線會更精準 思亭口中的會長 其實就是南橋集團董事長陳飛龍 自從203年以18歲的年紀 奪得台灣女子職業撞球冠軍後 看到她的潛力決定簽約贊助 除了在球台上的精進之外 甚至出給她特別的功課 不急不急 趕開麵團再包進內餡 仔細一看 每一個都是完美的十九折 像一顆饅頭吧 對 就一點折痕都沒有 可以訓練手指跟手臂的肌力啊 靈活度 歡迎試吃喔 換上圍裙 化身最佳銷售員 面對陌生人群 還要推銷冰品 陳飛龍的細心安排 不僅訓練專注 還要磨練抗壓性 郭思婷也到處對這位貴人 陳爺爺的滿滿感謝 我們很辛苦 但我們必須更辛苦 也是走在對的路上 然後不斷的超越 走越的自己就會離夢想越來越近 驅苦當作捕 83年次的郭思婷滿懷感恩 要在撞球道路繼續發光發熱 東森 財經新古文 李鼎立如不充 台北報導